大家要知道,龙像中国其他神兽,大部分都有几种动物,甚至有元素,不仅是动物,可能有元素是合成兽 龙是一种合成兽,龙的融合对象主要有动物,天象,两大类,雷电,云,彩虹,星兽等等 是否很神奇,不仅是动物,还要陷入这些元素,还要陷入太空,天体 融合对象动物有什么呢?蛇,鳄鱼,蜥蜴,爬虫类仙 然后,我想,那你居多,不知道是什么,我等一下去看看是什么 鱼字边应该都是一些水生的生物,猪,猪是很神奇的,猪,不知道为什么 鹿,鹿我都猜到是,熊,熊掌? 云,熊?蛇?牛,牛我也猜到 猜不到没有鹿鱼?马我也知道是有关系的 反而不见有狼,之前我研究另外一个中心说,狼跟龙是有关系的 我真的要研究一下 这里,他说,诶 以前那些中国人 福建人是拜蛇 现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现在在省里面不少的地方 至今都仍是保留着蛇王庙 蛇王庙 且有以祈求蛇神保佑的种种民族活动 四川省东部和重庆市 一部分为古代巴国所在之地 巴本已指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蛇 说文巴松也 或约食杖蛇杖形 人心不足蛇吞象 吞象的蛇 蛇是主要的 亦都是重要的融合对象 不可以没有蛇 如果一定要合成中国龙 或者东方龙的话 一定不可以少有蛇 一定要有蛇 其实是的 山海经 你知道山海经有多么厉害的呢 我很喜欢山海经的 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 它里面有很多神灵都是蛇身 蛇头 或者是操控蛇的 例如大方北京 北海之珠中 有神 人面了身 它有两条青蛇 好像那些 不是有支双蛇 移掌 那些 天使拿着 双蛇 移掌 就是一支 像 上面有两条蛇 就是 治疗 治疗治愈的象征 淺两尺蛇 还要踩着两条蛇 踩着又是的 圣经也是这么说的 圣经说 女人的后裔 要踩着蛇的后裔 头 是不是这么说的 不一定是踩着的 就是strike your head 这么解而已 福建省 简清 这个我忘记是怎么读的 但我是认得这个字 是不是盲字 说文 盲东南越蛇种 重重门声 蛇种可理解为 以蛇为肚腾 就是 是有人以蛇为肚腾的 就是 你想想 蛇没脚 你都说什么 是呀 是很奇怪 觉得人真的很奇怪 这么多动物 你拜这么多动物 为什么要拜蛇呢 老实说 就是拜狐狸 我都可以理解到 至少它是暴雨类动物 有四只脚 蛇没脚 但是人们很喜欢拜蛇 我发现是这样 蛇有毒 但是猫都好像可以打赢蛇 小的那些 因为猫快很多 大家自己看 看看这里 牆和曲呢 是龙的身躯的特征 那是呢 史记爱戚世家 全弱 蛇花为龙 不变其文 文就是文理花文 就是说蛇变做龙的时候 它身上的鱗片 那些花文都是没有改变的 例如说 它变成有角又怎样 有角和有角呢 但是呢 之前原来它是青竹蛇 它都是那种绿色来的 它变了之后 都是绿色 都是那种绿色 如果是黑曼巴蛇呢 它变成龙呢 都是那种黑色 如果是什么 Coral Snake Milk Snake 那些 无论有没有毒都好 变成龙呢 它的花文都是一模一样 是这么说的 网蛇都是 变了之后 那个样子就算变了 它的肤色都是没有变的 第二从功能上看 蛇可以能忍能显 能静能动 能大能小 有善有恶 和不断更生 我觉得最重要呢 最重要是不断更生 就是它可以不停地成长 蛇 它将这些功能给了龙 所以龙都是不断地成长 越变越大 越来越厉害 它不单止越变越大 它不是只是体型大了 它是法力都高强了 就好像狐狸啊 树啊那些 什么密老成精 过了千岁又搞不定 那些天狐 然后它还可以继续生长下去 就是每一千年 又过一个大 过一个大关卡 它又变得更加厉害 就是它其实每一年 都已经变少少厉害 少少厉害 少少厉害 过一千年一个门栏 它又变得超厉害 又再过一千年 然后又再过一千年 你知道的啦 嗯